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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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橋頭就自然吃了 很多海鮮, 還很新鮮 阿軒仔看到一定流口水 有東西吃 真棒, 今晚打扁有海鮮吃 吃…如果是吃就拿進去湯灑 龍蝦要放尿 我只會跟龍蝦放尿, 噁心到死 那你吃不吃? 今天很噁心 很噁心 純粹很聰明, 這麼小就懂湯龍蝦 聰明什麼? 我們水上人家懂得做什麼魚蝦蟹 就這樣了 懂得做生意的話, 就說而已 我認為做生意才是最難的 不過不要緊, 有心學就已經很好了 如果真的有心 最重要是能夠在失敗中吸取教訓 幸好今天不用上班 如果不是, 否則吃不到明叔的手藝 是你媽媽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你這麼離開 是我, 我最近很久沒見明叔 就打電話叫明叔上來吃飯, 行嗎? 行, 你說什麼都行 我倒杯茶給你 明叔, 過來這邊坐 … 陳男生, 你要反送椅嗎? 你快說好… 你不可不可以了? 還不錯, 想在哪裡呢? 賣啤酒 不要急了, 雪櫃有很多啤酒 可以了, 什麼都會有, 不用去 我閘上門, 不是, 我… 有些甚麼呢?一邊吃一邊說 或者吃完再說 明叔, 坐下 信水, 你最喜歡吃的蜜月丸, 給你 謝謝Kelvin哥 是 我已經錄了一塊龍蝦, 應該熟了 你喜歡嗎? 對不起, 我今天不是很想吃龍蝦 謝謝 給明叔, 明叔… 明叔 麻煩你, 師傅 嫂子, 幹嘛懶惰麵了? 你想吃什麼?幫你錄吧 韭菜教你最喜歡吃 沒有了 有, 我在這邊 剛才我一早錄給你了, 好意 兩兒子爺, 始終是兩兒子爺 知道我喜歡吃九菜餃 還沒熟 是嗎? 當然了 不斷錄兩路就浮出來, 當然還沒熟 做人一味心急就行 最重要是慢慢看, 看靜點 你幹什麼? 好… 搞定, 蓋上蓋子就快點 一鑊熟, 大家也吃吧, 是不是? 火鍋那樣哪有趣呢? 就是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 聊聊, 慢慢拌一拌, 這樣才好吃 餓起來最重要是馬上吃的 慢慢拌一拌一拌, 等到已經溫暈了 糟了…滾死了 當然是下料太多了 下太多, 又不是太急 怎麼樣?阿嬤Sir, 你又想教訓我? 好, 你一次過趕出來 Kel 銘叔也是為你好而已 我不是想教訓你 是你給我機會教訓你 你做人和打火鍋一樣 一味就急攻近你 其實失敗了可以再來過 但是你呢?錄一隻狗錯狗失敗了 你又索性了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放進去, 就全部都寫出來了 你為什麼不可以坦誠一點 面對自己的失敗 聰明一點, 從中吸取教訓 你說完了嗎? 你上來只想看我多麼失敗 而知道在意政前 在串西監面前教訓我 好 現在你不滿意了, 是不是? 我去失陪了, 是不是? 阿嬤Sir 蓋花… 蓋掉它 我去吃東西 茅台, 正好嗎? 你還收藏這枝茅台? 這枝茅台是順風的老爸留下來的 順風不讓我喝的 現在你肯喝, 我才有藉口陪你喝 好癢 比起做人家父母, 還不算癢 怎麼樣?你真的不打算幫阿嬤仔嗎? 我聽了順風說 人家出了一項來告他 要賠百多萬 真的嗎? 當年順風的老爸有事, 你也會幫 現在你自己的兒子有事, 你就不幫 如果這次是順風有事, 我就一定會幫他 但Kelvin這人做錯了也不懂認錯 你要我怎麼幫你? 你一向說話也有你道理 我這個阿嬤的老根, 無理會這麼快 不過我只知道那個始終是你兒子 你也不肯幫他 只會以為你真的不關心他, 看死他 你幫幫我吧, 舅父 我彈求和朱先生坐下來 談一個比較實際的結局 他現在要我賠百萬, 我真的沒有 那不就搞到上庭, 待會大家都不掌 放心, 事情結束了 有人幫你還給那百多萬 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快點找報紙登回道歉啟事 向星礦式公開道歉 當然什麼事都沒有 那一萬多元的廣告費, 不用舅父幫你 舅父, 是不是媽媽幫了我? 我答應你不告訴你媽媽的 是你爸爸 怎麼樣? 行了 你別問我, 你問你爸爸吧 他今天想開船出海走一趟 你陪他, 我走了 不是吧?你走了就只有我和他 那個是你爸爸 他沒有叫我找你, 是我自作主張的 因為我覺得你們需要溝通 你知不知道他為了我幫你 他拿了自己的積職不僅 還連船也… 船怎麼樣? 好嗎? 榮叔 今天天氣真是不錯 不過, 最適宜的就是出去玩 這樣吧, 你們倆玩個釣魚比賽 看看誰能釣得多 輸了請大家吃飯 不過, 到處不要釣, 你就輸了 明叔, 釣魚很厲害 我自己進去吃杯麵 好, 我來看 很難看 好, 坐下 我吃到的 見面 好, 我來吃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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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魚 怎麼弄的? 有魚 我…我想我還是不懂魚釣魚 其實你只是沒耐性 對, 我知道我從小到大 還是沒耐性, 心急 這次也是這樣 打算趕快弄一間公司出來 然後把自己不懂的事都推給別人做 自己的大安資, 什麼都不用管 結果又弄得很糟糕 現在還…還要你抹一艘艇 明星 錢、錢都是西外迷而已 失敗不重要 最重要是在失敗之中學到東西就可以 但你以後不能坐自己的艇艇 出去釣魚了 自己沒有船就坐朋友的船 再不然馬道邊釣也可以 我真的知道你很喜歡這艘船 你這幾年來放假, 你也會上船 就算你不出去也好 你也會上甲板抹油, 抹甲板 最壞都是我 我只知道你放了很多心思 以後我一定會買這艘船給你 為何你相信我 爸爸, 對不起 媽媽 Kelvin, 你回來了嗎? 是 媽媽先看清楚, 真可憐 很瘦了 是嗎?有粥吃嗎? 吃不吃? 不用了, 媽媽吃了東西 慢著, 為何會有粥吃? 阿威, 回家來嗎? 是呀, 你們… 我們剛剛釣完魚 有石狗公煮了煲粥, 應該挺甜的 爸爸, 要說清楚 石狗公是你釣的, 粥是我煲的 那些煲和碗, 明天Maria洗的 我先嘗嘗 真的很鮮, 很甜 當然了, 新鮮魚當然很甜 原來煲粥要放些什麼陳皮 我真的剛剛才知道 放了, 煲粥就不會腥了 小心… 慢著 你們一起釣魚 然後回來一起煲粥 好, 我們是兩個兒子, 沒出錢嗎? 之前公司的公司… 是呀, 媽媽 公司公司那裡我不做了 你上次不是說舅父的律師聘請人嗎? 我今天去過找他, 我打算嘗嘗 真的嗎? 但我打算上去學一下 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沒有興趣 不要緊, 去嘗嘗 但是到時候你會有興趣 我們兒子可以考上律師牌 做法律界也好, 做什麼也好 最重要是不要急得來 不要一次過把材料放在鍋裡 完全明白了 我們很久沒試過一家人 坐在那裡吃宵夜 好, 今晚我不減肥, 陪你們吃 好, 那我拿一個大碗給你 今天早上我已經覺得奇怪了 阿Sir, 下來巡場 每個櫃位都不走過去 不過和你打招呼 那又怎麼樣? 然後你沒多久就收到 第二次機板的通知, 是不是? 線索就這樣一早出現了 很厲害 幸好認識你了 否則真的以為你思覺失調 你一點點事就誇到大家 帶人來跟我說兩句話 你怎麼這麼奇怪? 認識是眉頭眼睛, 很重要的 不然怎麼評報清雲 我覺得做人最重要是說實力 討論表演, 表演得好 就有第二次了 你真是年輕不適合 好像你想得這麼簡單 聽你這麼說, 真是很有內情 當然了 那天坐桌子的其中一個 就是查記的馬克Sir 這個人很記財 他比阿杰胖胖胖胖了 所以這次… 那就是你想錯了 現在杰哥也有第二次? 所以我就覺得馬克Sir失勢 告訴他吧, 我也沒空理他 不是, 我以前是跟過馬克Sir的 我跟他相處是沒問題的 除非他現在變了 或許他這麼巧 他又讓你看到他好的面 來, Kinky說得對 做人千萬不要看表面 但是又不要只看一面 不然會出事的 你現在就 不是, 怎樣也好 好, 最重要是阿杰有幻想走 對不對?阿杰 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你聲硬 我也是這樣 兩顆花, 入境事務主任 夠了… 你們這些小小小隊那麼支持我 如果我真的得了, 請你們擦餐忌 應該我現在下去開工 是的, 方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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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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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杰和燒肉也很好吃 吃… 我跟爸爸知道你第二次面試 是否馬上斬料 你多吃一點 大家一起吃, 不要吃 對, 我要阿杰 好, 媽媽夾給你 大手, 來 謝謝 有得見第二支 升職機會很大 既然第二支 是否馬上知道行不行 老爺, 你很心急 還不知道 現在競爭這麼大 是 不妨礙, 你說吧 慢慢嘲笑 謝謝 欣欣, 剛才剛開飯 坐人在這裡不方便 現在行了, 我出了露台了 神秘秘, 不知道幹什麼 你還想什麼? 阿榮, 最近說出電話 阿榮都疲了一二變, 鬼鬼祟祟 或者大伯父不想吵著我們 瞞著我就真的有些事 有些人說 老公最流行老婆大肚子 就出去滾 好敏感 你又笑了 阿榮哥很好仔 說什麼? 說你 我? 說你, 不知道是不是把女人藏起來 傻的, 亂說 我飽了, 我要去看電視 看電視, 但你要喝湯 先喝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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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喝湯 好, 好 為什麼不接電話 可能是玩電話 這些電話 你要聽了, 告訴他他打錯 要不然他經常打理好犯人 乾杯… 阿忌, 看來這次真的有機 阿祖也說你行 謝謝…成大家貴言 算我說傑最幸運就娶了阿敏 阿敏不只要溫柔體貼, 大方得體 還有一個好老婆, 好媳婦, 好媽媽 還要旺夫 你看你一來到, 阿杰就升職阿忙 哪裡是呢? 阿嫂, 其實在哪兒鄉下阿姐吃什麼米帶 你有沒有姐妹來介紹給我 我很想升職 你忘了你的爛鬼前七才說 待會兒載了女朋友去街上 跪下了你就麻煩了 對我說, 有人都沒有介紹給她 尤其是害人 幹什麼?她害你嗎? 女朋友比好差 阿嫂, 現在住得慣不慣? 都開始慣了 之前你熟不熟香港? 之前 她沒認識我之前也沒來過香港 是呀 李姨, 小心點 別讓阿嫂在香港當七路 我知道, 還敢嗎? 上次她在旺角當七路嚇死我 不行, 當七路就找附近的朋友 你有沒有聽書 阿敏之前也沒來過香港 哪有朋友 來去去就只有我們幾個朋友 是嗎? 吃菜 我真的…我真的沒錢 你放過我吧 你再給點時間吧 二嫂 二嫂 叫什麼也聽不到的 人喊破口龍 什麼事? 我現在去做檢查 你現在幫我入數吧 好, 這裡有萬五銀 到旁邊那間銀行 稍後可以進去 晚了很多人 你很想走 一份ti 你自己跟著了嗎? 是 他不只是波音 我自己在哪個家了 我只有這麼多,你以後別再騷擾我了 萬五元? 我要五萬元,你給我萬五元? 你還沒玩意? 我只有這麼多 沒錢就去成績林洪友寫大字 上來戶和你那間學會派宣傳單 把這些錢都包出來 不要…求求你 我們現在來吧 我要你給了幾天的時間 你也替我死定的數字 琛哥,喝茶嗎? 來… 先走,琛哥 你怎麼會?琛哥在這裡騷擾你嗎? 不是,我趕著回家 究竟琛哥是不是再騷擾你? 我真的沒事 你不怕跟我說 你不用擔心我 你不用擔心我 有甚麼事就打電話給我 這裡很閘,你別管 沒事吧 阿婆, 我下班了 不過現在要乘機賣東西 有沒有東西要買? 糖、雞蛋?我知道 還有洗潔精、垃圾膠袋, 行了 我看看有沒有好東西賣給你 我買不回來的, 再見 再見 阿敏 你有沒有搞錯? 繼續做小小事就搞成這樣 對不起 一個對不起有用嗎? 銀行在旁邊兩條街 這樣也會被人打荷包 我天天去不見外賣, 我不知道跟他說什麼 對不起, 我想是我剛才去銀堂的時候 被人偷的 我一定會還給店舖的 還…你還得到就算了 阿敏, 你剛才被人打荷包嗎? 是, 我真的沒用 走過隔離銀堂也被人偷 我先去工作 阿敏, 麻煩你把表格和到期護照給我 稍後就到期了, 不拍腦也不行 不是, 你看起來還很年輕 阿祖, 你真會哄人開心 怎麼樣?跟家人去旅行嗎? 老公說我叫家人 陪叔叔在泰國散下心 年輕人失戀嗎? 離婚, 我叔叔本來存了一個大陸女人 怎料早前發現那個女人 偷他的戶口的錢去給別的男人 那就離婚了 那個女人嫁了我叔叔之後 還跟那個舊情人有來往 真的看不出他, 想也想不到 有時候有些事真的想不到 行嗎? 是嗎? 行了, 麻煩你在外面等一下名字付錢 好, 謝謝 怎麼都會來? 我有些事想找你談 謝謝 怎麼這麼好找我? 我想問你關於阿杰老婆的事 阿敏? 他認識阿杰之前是在書城買書嗎? 是, 有時候我們不是說 一群上書城買書嗎? 那就是臨時甩的, 要不然我們都認識他 你知不知道他在買書前做了什麼工作嗎? 沒聽過他提起過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香港除了我們 是否真的沒有其他朋友? 怎麼了?問那麼多事? 我看見他跟一個有背景的人在一起 難道他真的有些事騙了我們 不能見到別人嗎? 你是不是也知道什麼? 昨天去成記買東西 我去到街市門口的時候 我看見阿敏在一輛旺過來的小巴下車 我就叫他, 又聽不到又沒有反應 但是在成記的時候 我看見他跟阿杰說的謊話 他跟阿杰說在銀行入錢的時候 被人打荷包, 沒了錢 但是那家銀行明明在成記隔壁街 他怎麼會無端端在旺角來的小巴下車 剛才你說阿敏 跟什麼有背景的人士來往 你不是說坑社會嗎? 他剛才在上面下來而已 別這麼快認識這種人 或者不是現在認識的, 是以前認識的 既然他出的旺角都可以不說 可能還有很多事都沒有跟別人說 如果這麼大事, 要不然跟阿杰說? 不要, 要有實質證據, 別說了 阿杰 怎麼樣? 想什麼東西給阿敏, 幫我幫忙 他被人打完荷包之後 經常怪自己, 說成記不見錢 整晚都沒睡, 我哄的他都不肯聽 我今天就打算買一條手鏈哄他開心 叫你幫我一眼, 這條好嗎?你看 還好, 你真是二十四季的老公 怎麼這麼英憤 對了, 其實阿敏也落了一段時間 他慣了嗎?有沒有認識到什麼新朋友? 當然沒有 他要不就躲在家裡照顧兒子 要不就落情記幫忙 一年七天, 他都沒出過沙田 就說就到了 阿杰, 阿敏, 你坐 來 先坐下 我叫阿杰幫阿眼選一條手鏈給你 看看喜歡哪條 不用了, 我已經在店裡不見錢了 現在還要浪費錢買東西, 不用了 都說不關你的事, 是意外 那當我買好生日禮物給你, 買早點沒所謂 你看看哪條, 這條好嗎? 不要了, 我真的不想要 不用了, 謝謝 不如我們走吧, 走吧 不好意思 又打錯電話? 應該是吧? 你是不是約了阿倫去試車? 是的 差不多到時候了 但是我要去街市買菜 我…我不陪你去 那你小心 阿倫去試車, 你去不去看? 車子我也不熟 而且我知道不舒服, 我回去 那我去那邊, 再見 對面喔, 你想要去找那個呢 呢? 怎麼還在寂寞 好, 走 柏瑜, 我是阿祖 我覺得阿銘有點不妥 我跟著她, 但我跟著了 你跟著她?你跟著哪裡不見了她? 我是尖沙咀, 你在哪裡?我阻不阻礙你 是否先去大廈? 我們現在在附近, 你先回去, 等我找阿嫂 我沒錢了, 那個晚上五元 我只是把錢收回來而已 沒錢就回去拿, 你說開店 拍攝的東西有多難 不行, 我不可以再問他們拿錢了 沒錢了吧?是否想把錢爆發出來? 不要 不要 我求他們不要說 他們不知道我意思的事 他們接受不了, 我求你不要說 他們接受不了, 我能接受 沒錢了, 沒錢就錢債欲償 不要 你把錢拿出來做過的 不要, 救命 我馬上下來 好 發生什麼事?為何會這樣? 我剛才去街市經過雨檔 不小心滑倒, 弄髒了 我被你嚇死, 我以為你摔倒手腳 你沒事吧? 沒有 你叫我幫你洗 洗嘛, 那我盡力洗, 萬一洗不掉 我替你買一件衣服的 對不起 你是不是瘋了, 無緣無故說對不起 根據死者的頭骨受損程度 皮膚的撕裂程度 加上現場血跡雙重滲流的事 死者應該是由高處墮下 起碼有四十幾米高 我們有夥計查到天台 看看會不會是案發的第一現場 不過我想問一下 死者有沒有可能在跌下來之前 已經死了? 不可能 死者的身上雖然是有雨痕或擦傷 不過全部都是皮外傷 致死的原因都是由高處墮下 身上有傷 即是死之前可能跟人爭執過 甚至不只跟一個人爭執過 放心吧, 我會再檢查一下 他身上會不會有什麼纖維留下 又或者在指甲裡面 可能會有兇手的DNA 一有什麼新發現 我可以馬上通知鄭上來了 謝謝 謝謝 別客氣 起青死者的底味 頭, 人家叫馬智留 花名猴子, 四十三歲 單身寡老, 無證積 他快腦也不博 不過還是小小的東西 高賣打荷包 最多就是在馬丸當保護人員 兜貓鼓滑仔, 有沒有仇口嗎? 一街都是 這傢伙平時多多事實 動一點就跟人家吵架了 不過暫時還沒鎖定到那些人物 過大海船飛套票有齊 就是想計劃他風流快活 沒理由不玩完才死 其他證物有什麼發現? 其他就多了, 電話也有三部 早點收拾, 應該是裝物, 正在查 電話有沒有查到裡面有什麼資料? 還在查 還在查, 幾部電話打出打入 也有幾百個, 還需要一點時間 阿斗, 好像沒什麼頭緒 錯 猴子掉到樓前, 我們跟了胡心 他們大家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曾經在青島大廈出現過 他們前後腳出現過 但是胡心和猴子又好像沒什麼狹狹 不問過就怎麼知道 胡心今天是什麼節目? 我剛查到 他早就訂了酒席, 跟他媽媽擺大售 好節目 反正沒有訂去 阿勤, 把封給記者放好 我們去跟他捉售 是, Sir… 阿爺… 是, 沈花 祝你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年年有金日, 碎碎有金招 謝謝, 怎麼這麼破訓 不用客氣了 這麼重手, 今天回去 老人喝了什麼 好, 謝謝… 上班了 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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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熱鬧 不過我跟阿伯沒有說一聲生日快樂 有這麼多人來喝我媽媽的汽酒 阿勤, 哪有得喝, 我們來做事而已 做事還是玩事? 我哪有心情玩事 我這個人是這麼沒用的 做事上來, 連飯也沒心思吃 不像胡先生你, 在這個時候還能喝杯狼 你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不, 沒關係 跟進去警署, 我慢慢告訴你 胡潔森先生, 我是西九龍藏案組 高級督察鄭柏宇 現在懷疑你跟今天下午 尖沙著一宗凶殺案有關 請你跟我們回警局協助調查 沒問題, 做好市民一定要和你們合作 胡先生說話是良好市民 對了, 要不等你喝一頓壽酒才行? 不好意思, 要這麼多位在這裡等 難得你這麼體諒 不過其實你想喝也沒得喝 因為我們不會等的, 我們走吧 臭小子, 今晚明明不是回事 為何不接我的電話呢? 每天都是這樣, 不知道搞什麼 大嫂子, 別等了 明明明可能加班了 KK, 和媽媽出來吃飯吧 看我知道怎麼大佬不回電話了 日明胡森, 年齡33歲 曾因為身為黑社會成員被法庭撥監 胡傑森原為內地新移民 後來加入黑社會 還未吃得飯? 是呀 那不要看了 胡傑森近年吹爆料 吃飯… 多次在傳媒面前曝光 引來警方的高度關注 吃飯吧, 媽媽 今晚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是嗎? 黑客組, 踏機都沒問題 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媽媽, 晚了, 晚了 晚了 晚了, 晚了 晚了, 晚了 還在酒樓帶走胡傑森 回警署, 協助電廠 吃飯了 晚了 阿余 什麼事? 她的迪拉島那個胡森 是不是就是兇手? 阿文呢? 其實這件事不關女的事 你去到的時候 其實是否看見她呢? 我正在做事, 沒空說了 有什麼消息再叫你, 再見 不好意思, 這麼急請你回來 令你連伯母餐瘦酒喝不成 要緊, 當然要幫到你 這些咖啡怎麼行的? 去我房間拿奧貫咖啡湧杯來 上次那種是好東西 你的律師朋友要不要喝杯? 不用了, 上次都喝過了 好, 那就開始了 胡杰森, 今天下午四點至六點期間 你在哪裡做什麼? 應該在青島大廈吃咖喱 那裡有很多咖喱店, 你在哪一家? 知道你聽過嗎?叫大辣咖喱 大辣?是不是真的夠辣? 不得人了, 身子好就受不了 那你跟什麼人一起吃? 朋友, 每個吃都停不了 這麼棒? 大辣咖啡, 我今天真的要去嘗嘗 你認識他嗎? 認識, 叫猴子 熟不熟? 普通, 只知道他叫猴子 你知道他死了嗎? 世界多小 他就在你吃咖喱那段大廈死了 又剛好在你吃咖喱那段時間 但為何這麼巧合? 有很多事情不能解釋的, 鄭Sir 真的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這個女人是誰嗎? 不知道 又不知道? 你不知道猴子死了 還是不知道這個女人是誰? 我不知道猴子死了 那這些照片你怎麼解釋? 為何那個女人會在這輛車上? 真的被我聽著看 我見過這張照片我看也忘了 我把照片放下來 我每天見到他在街霹倒 我就幫幫幫幫幫幫 給好著你, 你還是會這樣做的 原地他去那個餐廳 無法影響到街霹遇到他 真喜歡怪 好, 解釋得很詳細 之前不覺得你這麼多話說 不再解釋了 鎮Sir, 我想問你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一定有的 鎮Sir, 他的男人都一樣 都是許達利教你 胡森, 你去到咖喱屋 叫了什麼咖喱吃嗎? Jer Sir, 請問你這個問題 和案件有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的話 我當時是無需作答的 明白, 沒有, 我想知道去到咖喱屋 應該叫什麼咖喱吃的東西 看來胡先生跟著下去 也不會再回答任何問題 那你們可以走 我知道你是良好事文 一定不介意隨時回來協助調查 阿頭, 看來這個女人 跟胡森好像有些東西一樣 不如請她回來, 看有什麼問到 我不想帶走驚蛇 先幫我建立這個女人的底子 是, Sir 你不要說 沒錢嗎?沒錢就錢債欲償 不要 要你做出來做過的 不要, 救命 沒事… 做夢而已, 我在這裡, 沒事… 阿希 怎麼樣?沒聲音嗎? 沒事 沒事 睡吧 傑, 我想回深圳幾天 無緣無故幹嘛回去? 沒有, 我的姐妹阿瑩 她有了寶寶, 快要生病了 我想上去陪她 我之前沒聽你提過的 我怕你不喜歡嘛 還有我以前抬著希希的時候 她也經常陪我 我這次不陪她, 我心不安樂 能幫別人也好 那我明天去吧 明天就上去這麼快? 再見 希希也有我跟媽媽照顧 這樣也行 睡吧 好 她想回ЕТ 蜜蜂 在そ は 外 い 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